首先我要念一段在以赛亚书第十七章第一节的经文给大家听 这里说到论大马社的末世 看大马社已经废弃 不再围城必变作乱堆 在这一两个星期 美国跟叙利亚 可以说是剑拔独张 国会已经通过授权给奥巴马总统可以随时出兵 那是基于呢 这个Asset也是他们的总统 在人道主义上 联合国所通过的人道主义上 不准使用化学武器 来杀伤他的老百姓 至于这件事情 美国调查的结果是 他们是有用化学武器 但是联合国的报告还没有出来 刚才我跟各位念的 真的讲到大马社 大马社就是叙利亚的首宫 叙利亚这个城市呢 是一个很古远很古老的城市 那我之所以念正在经文给各位听 也就是先知以赛亚 他在以赛亚书讲了许多的末世 许多的预言 有些已经发生了 有些正在发生 有些呢 以后会发生 但对我们今天来讲 我们看圣经呢 我们很难知道 它正确发生的时间 到底是什么时候 因此 我说在这样一个战争前夕 我们不知道美国政府 会采取什么样的手段 我们也不知道 这次战争 它会引起的层面有多少 但是根据圣经所说的 我们只能很谦卑地在神的面前 我们不知道这个时间 因为换事 只交错在神的手中 好像我们看到 有许多的国家 在特别是在以色列 犹大 当时他们所处的环境 无论是亚树 巴比伦 或是埃及 或是亚兰等等 我们看到神的末世 在他们的当中 一一的已经意念了 根据过去历史如何的进展 我们相信神的手 要继续在这个世界上 做他奇妙的战功 History这个字呢 就是历史 那历史呢 这个英文叫History 这叫History呢 就是上帝 Story 就是History 就是神的故事 他掌权 他创造 他创始 他成终 那现在我们所看的 以赛亚书 是我们每个星期 最近的途经 希望大家能够按照进度 一张一张的往前走 你会发现其中有非常奇妙的真理 不但是对当时以赛亚的时代 也对经验我们每个人 都有很深的提醒 那以赛亚这个字呢 也就是他的名字的意思 就是神的救赎 所以赛亚书他所讲的 虽然讲到审判 特别是对他指明 所要行的公义的审判 但是神也预告 当他审判之后 要施行救赎的恩典 这个救赎呢 不光只是对人 也对大地 在旷野要开道路 在沙漠要开江河 这个沙漠要变成绿洲 同时人跟兽之间呢 能够和睦相处 这些都是神救赎的现实 我都不光只是在人的身上 最后在以赛亚书的高潮 就在以赛亚书最后 65章 66章 讲到新天新地的出现 这是一个完全的根性 这是一个神完整的救赎 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到 但是我们相信 按照圣经所给我们的提示 那天是会来到 因此我们活在 今天世代里的一个 我们不需要预测 这个美国跟修理亚 参称结果会怎么样 我们相信History 就是History 就是神的故事 在犹大王亚哈斯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北国是以色列国 同时他们又有一个强敌 在附近叫做亚安 当时亚兰跟以色列国联合 他们希望邀请南国的犹大 一起来抵抗当时最强的国家 叫做亚树 但是犹大呢 他们采取的策略是 故跟着这个亚兰或是以色列的 他们希望能够投靠亚树 来苟且苟安 得到当时的和平 所以大帝当前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呢 当这个犹大国不愿意跟着以色列 或是亚兰走的时候 这两个国家就要联合来攻打南国犹大 所以南国呢 他的国王是亚哈斯犹大 他就求助于亚树 亚树出兵以后呢 很快就把亚兰跟以色列打败 这个时候这个南国的犹大 就很自然的成为亚树的附庸之国 每年要向他们进攻 如果读以赛亚树 特别在上个星期 有四张的篇图 记载到西西加网 西西加网 当他登基的时候呢 他希望能够求助于埃及 埃及当时跟亚树呢 可以说是分情抗敏 都是世界上的强国 但是当西西加要投靠埃及的时候呢 亚树就不高兴了 就出兵要攻打 那埃及的元金还没到的时候呢 这个犹大国呢就被打败了 所以亚树当时的国王叫做西拿基利 西拿基利呢 他后来再次击败了南边的犹大 所以犹大又再次成为亚树的附庸国 那在圣经里头 上古代有所读的 这个读经的经文 我们看到 当西拿基利又在兵临城下的时候 这时候国王西西加 他的心中恐慌 结果这次他就相信以赛亚的力量 以赛亚告诉他说 你不需要靠兵或什么 因为当时呢 犹大国也相当的微弱 以赛亚告诉他 你要所投靠的 就是万中纪约法 他能够帮回 那国王呢 西西加 他就按照里赛亚所说的 他就听了他的话 不依靠势力 不依靠军马 而是靠着万金之纪 要把方能成事 所以后来我们看到 神在一夜之间 派了一个死者 叶尔巴的死者 只派一个 一夜之间杀了亚树军队多少人 上个礼拜你们读经 特别是有个小子查得很仔细 多少人 十八万五千人 一个天使 就能够杀十八万五千人 所以耶稣当时呢 被病在死者家上 有人说你可以猜猜天使 猜多少银的天使 十二银的天使 如果照罗马当时的人数计算 十二银的天使 一个天使如果可以杀十八万五千人的话 当时在耶稣所在的那个时代 十八万五千人的天使呢 他能够杀的人 连世界所有的人口都不够杀 所以我们看到神的权力 神的预备 神的安慰 神的整袖 所以西拿吉利呢 当他的军队 在一夜之间呢 被杀的片想不留的时候 他就跑回去 那我们今天所看的经文 以赛亚书四十三章 就是讲到在当时的情况 在这里呢 我们看以赛亚书第四十三章 这里我们从十六节开始 我们要看一个很重要的题目 我觉得这个题目呢 我今天用的这个 题目是说 这个耶和华他说的 在这里说 看我要做一件新事 需要我们今天 我们的眼目抬头眼光 看耶和华在我们当中 在你个人的生活上 他要做什么样的新事 开始的时候呢 神在 借着先知以赛亚 十六十七节这里说 耶和华在沧海中开道 在大水中开路 使车辆 马匹 军兵勇士都出来 一同躺下 不再起来 他们面目 好像熄灭的灯火 我想这件事情 带着弄很清楚 也就是今年一开始 我们所读的这个出埃及记 人家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 出埃及的时候 到了红海的边缘 这个时候呢 后面有分音 前面有巨大的海水 他们进退两难 就在这时候 摩西向神祷告 神就提示他 当他举起手中的上以后 前面的红海 为他们分开了 所以这时候神再一次 用以色列人出埃及 他们面对前面 后面巨大的敌人 前面有很深的红海 无路可走的时候 神怎么样为他开路 就是耶和华在沧海中开路 在大水中开路 而且呢 这个巴老子军军 他的车辆等等 当时呢 就同一同躺下 不再起来 他们面目好像熄灭灯火 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 没有人的记忆 这是神在古时的作为 这是神要以色列人 在当时艰难的环境 要他们回想过去 那段辉煌的历史 但是如果你再继续读十八节的话 很奇怪 十八节这里呢 先继续讲 也好如此说 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 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 刚刚才讲过古时的事 他们出外景的时候 现在能告诉他们 不要思想 话风一转 似乎无伤的讨论 这是用反念的手法 要提醒以色列人 身为基督徒 今天我们在 活在神的恩典当中 我们要纪念神的恩典 这个就是十六节十七节说的 神如何 为以色列人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在这样一个孤单的环境当中 神施行为箭 其事 这个是神 让以色列人 许许多上百万的百姓 能够从汉地经过 但是当中走过以后 巴勒地经就上升海底 被洪水和约磨 所以在十八节这里 神告诉我们 这类百姓说 不要纪念从前的事 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 这是什么意思 我说似乎看起来是一个矛盾 但是对我们今天 我们要学习的是什么 我说这是一个反面的手法 其实是说同一件事情 他这里说 不要活在缘怀 沉溺 在过去的成就 我想每一个人都有一些成就 教会也有辉煌的历史 但是如果我们只一直活在过去 那种点点滴滴 欢到的时刻 或是飞煌的历史当中 我们没有办法往前走 我想今天很多人 常常讲话的时候 会说我们以前多好 坐在肉锅的旁边 有洋葱 大蒜 韭菜吃 我想这是以色列人心的 他们不知道 当时虽然有这些东西吃 但是他们是被努力的 当他们得到自由 得到解剖的时候 他们在外在的环境 不再受到法老 所加给他们的苦害 但是生活环境似乎不太好 因为他们所能吃的 就是天上掉下来的麻辣 其实我说过麻辣很好吃 我说就像老婆饼一样 如果你们知道的话 但是呢 你每天吃老婆饼也会吃命 所以当时老百姓 就有这样子一个怨言 一个太喜 一个无奈 所以神在这里呢 画风一转 告诉我们说 不要纪念从前的事 也不要思想古事的事 他的意思是说 我们不要沉睡在过去的光荣的历史当中 所以转过来 对我们今天来讲 对我们的教训是什么呢 如果说我们所纪念的 只是过去辉煌的往事 或许这一生 你可能到了某一个年纪 你会说想当年 我是怎么样怎么样 说一个人 我们怎么知道他老了呢 不是他脸上的皱纹多 不是他的年龄大 而且如果一个人 这个是一般外面的现象 他坐着就倒壳睡 躺下就睡不着 往事呢忘不掉 心事记不得 我们说这个是现象 但是如果一个年轻人 他所想到的就是往事 我觉得这个人 他是为老先衰 以前我辅导一个人 他可以说是 在我们那个年代 是最充满的人 我们那时候有年考 他是全国第二名考上 最好的学校 那个不是怎么考 也考不上一个 一个很好的科系 这么优秀的人 来到美国也打理 在一个最好的学校 拿到最高的学位 后来工作一段时间 那我跟他呢 虽然不算很熟 但是当我跟他面对面 谈话的时候 是在精神地域 那个时候呢 虽然他有很高的学位 他有出了很多的论文 在公司做得很好 但是呢 他一直想的就是 过去怎么好 过去怎么好 他过去是很有成就 他觉得现在比得上过去 过去呢 他无论是工作上 家庭 他所居住的环境都非常好 后来是搬了一个家 是他自愿的 没有人遇过他 所以在精神地域 我跟他谈论说 过去你既然说过去这么好 你为什么 只是在头脑想 你为什么不付出行动 他可以搬回去 过去的公司还是会要他 他还可以做以前的事情 他都可以做 但是呢 他不愿意动 所以当我看到他的时候呢 他是一个身体很强重 也是长得很帅的一个 一个年轻人 他就坐在一个叫做 Lazy chair 动都不动 所以到一个程度呢 他的儿女对他的父亲 非常地伤心 他的太太呢 就不愿意待在家里 不是说家里不好 而是每天看到这样一个人 所以呢 让他全家都非常地沮丧 每一个人都希望离开家 其实他的妻子不需要工作 也没有工作 但是因为这个原因 他妻子呢 到外面去找一份工作 而且这个工作不是他要 过几年 他就把这个生意卖掉了 只是他在家里 他不能待下去 如果我用英文讲 I cannot stand no more 我不能再忍受下去 后来我跟他讲 说如果过去这么好 你应该要回去 可以回去 但是我去看他 不管看他几次 他都跟我讲同样的事情 过去在那个地方 怎么好 老板怎么喜欢他 他妈表的这些多有成就 这些他同僚 对他是如何的尊重 现在似乎什么都没有 甚至于有一次 我们为了要让他能够振奋 Cheer him up 我们这些好朋友呢 就是我们教会有一个好朋友 他就说 我们去看这个NBA的比赛 而且那场是摇里打的 我们开车也要开个一个半分钟以上 我们都准备好了 面也准备好了 结果我们要去接他的时候他不去 那时候我去了 我们看很好的一场比赛 我们想说借着那种第三名字 能够把他火热的心再一次眺望去 这个人他一直回想过去 所以每一个人去看他 他讲的故事都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后来大家都不喜欢听 但是呢 这个人每次讲起来还是津津乐道 所以我们常常会活在过去 缅怀过去辉煌的历史 我在人老老 我们都会见网 每一个人都会见网 像很多时候我们走路 如果你家里有楼梯 我们以前家里有楼梯 走到一半 走到一半呢 忽然电话来或想一想的时候 等到这个事情呢 电话来接了以后 不知道应该是往上还是往下 你到了一个房间 门打开 想不起来 应该进去还是出来 像有一队夫妻年纪比较大 这个妻子呢 事后先生事后就相当好 他们有一天坐在那边 这个丈夫就跟妻子讲 我现在看报告 帮我拿眼镜 妻子就去拿眼镜 结果拿了很久都还没出来 结果好不容易呢 出来了以后 这个妻子呢 手上就钻着一个盘子 一个trick 里面是什么东西呢 两片面包 还有bacon 这个咸肉 然后还有一个炒蛋 然后他把这个盘子呢 递给他先制 他先去看非常生气 因为呢 他什么东西都很好 他说我要的不是炒蛋 我要的是sine side of eggs 他要的是荷包蛋 其实他要的是眼镜 但是他忘了去 其实你年纪到一个程度 你都有这样类似的事情 我们讲的事情我们忘了 但是我们一方面会忘 我说过往事呢 我们忘不掉 但是新的事情我们记不起来 这是一个老化的现象 但是今天神在这里说 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 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 不是说不要纪念神的恩典 而是说如果我们今天 一直沉浸在过去 神神给我们去打人眼 我们要纪念 但是如果我们今天所讲的 就是以前多好 以前那个日子 我们在团戏 我们用英文讲 我们是很close 我们有很好的聚会 如果今天你只是停留在这个阶段的话 不行 为什么呢 不是说那个时候不好 如果过去美好的经历 能够成为你今天继续前进的动力 这是好 如果过去美好的经验 你是沉浸 沉浸这么起来了 就坐在那边 希望回到肉锅的旁边 就不愿意继续走那旷游的道路 继续神所给我们的将来 我觉得这个就是思想古时的事 纪念从前的事 那神要我们做什么呢 马上画风又转 你看到这三节 一个转折 一个转折 神说看 我要做一件新事 神要做什么新事呢 他说如今要发现 这个如今要发现 中文我们或许看不太出来 如今要发现这个字 如果你看英文 他说 Now it spritz up Sprits 就是活泉 一个泉源 如果你看过泉源的话 那个泉源是自然的 不是人工的 这个泉源是从底下 会冒出来 这个冒出来 这个冒出来是阻挡不住的 这个冒出来是阻挡不住的 Now it springs up 就是现在就是时候 这里 就是要spring up的地方 所以这时候神 神就浪借着以赛尔先知 要犹太人看到一个新的图像 一个新的景象 说不要再经验以前的事情 不要再思想的事情 因为我要在你们当中 做一件新的事情 一个新事 是你们以前所没有办法 能够想象你们也不知道的事情 这件事情呢 我们看他这里说要做什么 我必在旷野开道路 在沙漠开江湖 我们知道旷野所代表的是什么 旷野所代表的 就是艰难 旷野所代表的 就是死疾 旷野所代表的 就是崎岖难行危险的道路 在那边会有无首无首 会有道贼猖獗 随时都会遇到生命的危险 这个叫做旷野 也就是在旷野是没有道路 如果有道路的话 这个就不叫旷野 所以说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什么叫做沙漠呢 沙漠它所代表的 就是炎热 这些人很热 大家都不喜欢 沙漠它所代表的 就是一种没有生命 这个植物长不起来 人也不愿意去的地方 水缺乏生命 东西无论是人 或是植物或是兽 得不到滋润 得不到生长的地方 这个叫做沙漠 所以旷野跟沙漠呢 是人要避开的 没有人愿意去 但是在这样一个艰难的环境当中 这里也要把他说 他说我壁 这个壁呢 是一地 我壁是一地 在旷野开道路 在沙漠开江河 这个时候 以色列人 他们所经历的 我说他们开始是受到 雅述的这种欺礼 当兵临城下的时候 国王述手不撤 他所能够做的 就是抬头仰望 听先知所给他的劝告 需要仰拜神 接着呢 有巴比伦所派的使者 也到他们当中 那如果你看 历史在往下走的时候 我们看到 不但是兵临城下 以色列被亚树所灭 南国犹大被巴比伦所灭 但是这个时候呢 巴比伦还没有完全的兴起 还是亚树成为世界霸主的定位 所以在这段经文里 以赛亚这段经文在43章这里所说的 你看他所说的预言 他所指的是后面的事 在这个时候还没有发生 所以百姓会问说 既然你说你要在旷野开道路 在沙漠开江河 到底你所指的是什么 他们或许看不见 我在今天在座 许多人 也包括故事等甚至 我们所看前面的道路 或许前途盲目 我们似乎看不到柳暗花里六亿村的时刻 或许你的身体健康 或许你的工作 或许你的学业 或许你的家人 或许你所遭遇到的困苦的境界 但是今天我带给各位的信息 就是耶和华说 看他要做一件新事 一个是沙漠 一个是旷野 我说这两件事呢 在人看来 我们都是希望彼此为快 我们都不愿意接近的地方 但是神能够在旷野开道路 这是什么意思呢 神能够在沙漠开江河 从历史历代以来 从创世纪彼之道起述 神是行歧视的神 无论是在出埃及境 神如何分开这个红海的水 分开耶诞河的水 让以色列组 你去对以色列百姓能够安然地度过 在新冠名 在约翰福音第14章第6节 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 真理生命 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能到处哪里去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 如果在旷野一个死急的环境 能够突破旷野这种不急的方法是什么 你看以色列人在旷野 当他们飘渺的时候 神用银柱火柱来带领他们决定的道路 也就是有指引 有方向 有道路 那谁是你旷野中的道路呢 我说在约翰福音第14章第6节 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 在沙漠你需要的是什么 你需要活水的江河 谁是你活水的江河 在约翰福音7章38节 圣经上是这样子 节旗的末日就是最大的日子 耶稣站着 对众人说 站着就表示说很慎重 很重要 耶稣说 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 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 耶稣是生命的活水 他是一个living water 这个取之不绝 用之不尽 而且一直涌出来 就是spring sign 这个就是主耶稣的生命 那也就是说 信我的人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 流出活水的江河 为什么 信他的人可以流出活水的江河 因为你有一个生命的源头 跟这个源头的经济的相运 好几年前 我照这个泰国的北部那里 在那个地方有一段时间 我说那边的人呢 他们以前每次要喝水 要到山上去家 那后来有一些基督徒工程师 他们就把山上的水引下来 他们就做了一个蓄水池 很简单 然后就VVC管 就接到每一个人家 所以当他们只要这个家里愿意的 每一个人都可以接 而且是不要钱 每个月不需要喝水 可以 而且这个水呢 他们有VVC的管 接到每一个人家里 但是很奇怪 他们在家里不像我们 这里呢 你有这个水管一定有水龙头 对 谁家里有水龙头 如果有水管一定有水龙头 他们有水管 但是没有水龙头 因为他们不需要 为什么 他们的水是二次小时一直流 因为山上的泉泉取之不绝 只要他们家里的水管 跟山上的活水的泉源连接的时候 这个水就一直流 让我在城市住房的人看 觉得很浪费 为什么这个水呢 就一直流也不需要接 他说这个水呢 因为他们没有那个关系 你跟他们讲说水要钱 他们不想洗 你跟他们讲什么叫做矿泉水 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做矿泉水 他说世界上哪里买水要钱的 他们从来就没有看过 那同样呢 你跟他们讲大海 他们从来没看过大海 看过高山 什么叫做大海 他们不知道 那为什么这个水盐会源源不断呢 你必须要有一个管子 你必须要有 而且在山上 他们接管子是不要钱 只要你愿意 每一家这个管子 都有人帮你接好 你要几个管子都可以 你的管子要多出多出 都可以 这是一个泉源 活水的泉源 所以耶稣呢 祂告诉我们说 祂是道路 祂就是活水的江河 所以在旷野 在沙漠 你要如何能够胜过 环境所带来的困难 如神我做给你的信息 或者旷野 沙漠所带来的介绍 你就需要道路 谁是道路 耶稣就是道路 你需要活水 谁是活水 耶稣就是生命 活水的泉源 接下来 我们看到 这几段 他分得非常清楚 开始是提到 神提醒百姓 神在过去的作为 要他们回想 马上画风转 他说不要沉迷在过去的回应中 不要指引 我觉得这两个 虽然看起来是很矛盾 但是都是要让人能够开通眼光 十九节这里说 看啊 我要做一件心事 而且这件心事 是Now it springs up 这是活水的泉源 宣告神的心作为 在后面呢 二十节跟二十一节 这里就讲到 神的恩典 跟你我所应当尽上的使命 所以我们看到神过去的恩典 我们看到神现在的作为 我们该做什么 我觉得这是今天的信息 我们感谢神过去对教会的代理 对你我在生命上所给我们的救助 对你在物质上所给你的许多的恩典 厚恩待你 但是这时候 我们看二十节这里说 野地的走兽必尊敬我 而且呢 野狗和鸵鸟也必如此 如果你仔细读善哑书 野狗跟鸵鸟呢 在三十四章也出现过 这里对以东所做的预言是说 以东的宫殿要长经济 保障要长鸵鸟和赤草 要做野狗的住处 鸵鸟的居住 这什么意思呢 当一个城市 一个国家被毁灭 被废弃的时候 这个地方就没有人烟 地上长出来的 就是神在创世纪对人的咒诅 但是经济 但是西语 就是人不喜欢 同时这时候呢 这些被废弃的地方 要成为野狗跟伯娘的居所 也就是神 这个就代表神的审判 但是我说 在以赛言书里书里 是有审判的信息 但是审判之后 一定有救赎的恩免 这个就是我们所信的神 如果只有审判的话 我们都没有希望 如果只有神严厉的斥责的话 我们今天不可能在神的店中 用那么好的诗歌 来站 刚才师班所带的诗歌 好不好 这个叫做Celebration 我们的Hansen弟兄平常都不太笑的 但是你看他带诗多喜了 他们昨天七点钟就在这边念诗 不是因为我们八点半有烧饼牛条 也就是说 你看 他们在这里所带 这个是Celebration Celebration 是什么意思 我们用心灵诚实相的相反 而且 我们是带一个欢喜快乐的心 所以我再一次呼吁吧 我们崇拜是几点开始 不是十点二十五 如果你十点二十五 你就知道 我们是十点开始 我们开始是敞开信门Celebration 就是这是一个欢庆的时刻 这是一个赞美的时刻 这是一个大家 勇要在神的面前 把我们最真诚的那一面 最好的那一面 最原始的 像小孩子一样 来到父神的面前 唱歌 拍手 今天还没有跳舞 就是把我们最原始那种赞美 就是你的本质 带到父神的面前 这是谁所调的 那在以赛亚书413章 就是说呢 神要使旷野有水 使沙漠有何 像这个野兽 野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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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比赛亚书 也就是在耶稣降生八百年前 就已经做了这样一个 这个就是在沙漠开道路 在旷野开道路 在沙漠开江河的恩典 以赛亚书也继续提到说 因他受的心发我们得平安 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知 为什么两千年前的一个犹太人 他在十字架上所受的心发 所受的边上跟你我有关系 我们能够得到第一次 我们能够得到平安 这个就是神在空野开道路 在沙漠开江河的奇迹 接下来当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 他前面有一个开路先锋 在耶稣的前面 他出来就说 看啊神的高原 除去世人罪名 除去世人罪名 是神的高原 这个是神的恩典 怎么两千年前一个人 但现在活力很 他能够除去你的罪 能够除去我牧师的罪 这不是天方夜谭 这是一个mission impossible 这个就是旷野开道路 在沙漠开江河 当时保罗给我们一个很宝贵的信息 基督徒要传出一个都要被背败 这个哥伦多厚书记 当时期间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心道的人 就是我都变成心 这是神所做的一件心事 所以今天我们活在这个期待 我说我们需要抬头仰光 看神所要成就的心事 但是神每次成就心事的时候 一定需要人的反喜 人的配合 神在历史历代 会拣选一些人 来成就他所要成就的事情 他会拣选这个杨洛拉罕 他会拣选摩西 会拣选大卫 会拣选戴役 拣选保罗等等许许多多人 来成就在当时 甚至影响后面的时代 神在历史中所要成就的事情 他需要人 不是说没有人 他就做不出来 而他需要人 与他一起同工 我说今天神也要在我们当中 洗纳新世奇妙的大事 你在什么地方 我在什么地方 我说这是我们今天的信息 如果说我们只是怀念古时 我们怀念从前 想当年多少多少多少 我们永远只能够停留在这里 当我们要继续往前行的时候 我说不光只是教会 有够了新的地方 我们要往前走 我说每一个人的生命 我们在足里 我们必须要看到神 所要成就的心事是什么 或许你今天生活很沮丧 或许你的儿女不孝顺 或许你的投资失败 你的生意也倒地 你的工作很不顺利 身体很不健康 我说在这样一个时刻 你愿不愿意一起抬头眼光 我说建堂这件事 是一个又大又难的事 我们在地上建造 我们一定要眼睛抬头眼光 如果我们是沉迷在过去 如果我们经营的只是地上的事 这些都会过去 阿姆斯庄这个建筑很坚固 如果你去看过 你知道已经是 五百年以后还在不在 应该是不在 我说一百年以后 在座的 有没有人还在这里 一百年以后 可能都没有 年轻的可能有点希望 那我们可能都过去 但是在历史的洪流当中 在这段时刻 神要做心事要借助你 要借助我 在你的生命当中 我觉得我们需要抬头眼光 我们需要有激情 神要做心事要有激情 不要今天来了 你又走了 我说我们很多人来做礼拜 我这样一眼望去 我就知道谁来了谁没有 因为大家坐的位置都差不多 如果说我们只是一个做礼拜的基督徒 做礼拜这个做就是坐在这里 就是参加这个礼拜 我觉得神的这种excitement 没有办法在我们当中施展 不是说神问题 还是说神的愿意 是当我们抬头眼光的时候 神 他说now it springs up 我最后套用一个故事 就是昨天我们参加这个训练 这是Bill Heidel是讲的 其实我不是套用他的 我是套用从1929年就存在的 因为他是看别人的 不是说别人的 如果小的时候你看这个卡通影片 有没有看过大力水手 有没有大家都看过 大力水手 其实他的力气不大 他有一个朋友 就是他的琴 他的琴集叫Pluto 那Pluto呢跟大力水手 两个一只吵架 真的是什么 Olivo Olivo 如果你是大力水手 你会不会为Olivo卖命 大概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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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Olivo呢 又瘦又甘又草 是不是 Olivo 但是我说 那个是卡通影片 所以我们不要当生 所以我们说这个故事呢 所以你看 这个大力水手 他跟Pluto呢 每一集那个卡通影片 不管是十分钟 或是几分钟 一定要途上 而且故事是天天里运 开始 但是中间结尾都是一样的 只是中间呢 有一点点变化 就是 所以跟卡通影片很安心 你不要担心 大力水手会打死 他有什么 他有菠菜 他有菠菜 但是每一次 他都被打得死去过来 跟他琴敌 因为他琴敌很重 是一个巨汉 而且呢 他的琴敌呢 这个Pluto呢 就是为了 要这个 Olivo 所以才跟普派打架 不是为了他的名字 不是真喘作用 就是为了这个 所谓很丑的那个名字 但是结果是这样 你看 每次普派要吃这个 菠菜的时候 他不用开罐器就可以开 所以他力气还不小 你看普派会说 说什么话 就是他每次被打了 几乎半尺的时候 他一定会说一句话 I can not stay No more 也就是说我再也没有办法忍受 我再也没有办法忍受 I cannot stand 我跟他讲的只有一点点不一样 因为他讲的文法是错的 我现在讲的 因为他你知道这个Propied是什么 Propied is a sailor Sailor就是船员 而且那时候船员没有上过英文文法课 我们多少都上过一天 他不是这样讲 但是呢他的意义是什么 他的能力的来源 比如说或许波泽有一个神奇的一样 我觉得那个是教育小孩 希望小孩能够去拨战 但是他所说的什么 I cannot stand no 我再也无法忍受 我再也无法忍受 他受到泄压 他受到敌 他的爱人被人抢走 他没有能力的时候 但是他心中文法课 他呢一定会说这句话 I cannot stand no more 我没有办法再忍受 所以呢 他就需要一个 把菠菜给他拨战 我说这个是一个卡通影片 但是我们今天所学到的事情 如果你今天觉得你已经很好 你就不是大力最少 如果你今天受到弃压 受到灵语 好像当时有大力 犹太人 当他们已经走进绝路的时候 他们认为说他们已经三穷水尽 没有办法再往前走的时候 如果在心中有这样一个意念说 I cannot stand no more 我再也没有办法忍受 已经会求助一种更大的意念 当时犹太人求助的时候 开始是养住 后来是埃及 当他们寻求万军这些话的时候 你看他们所面对的 是一个新的环境 这里神告诉他们说 我要做一件新事 如今要发现 在旷野开道路 在沙漠开江河 在这个时候 波斯帝国还没有 我还不知道在什么地方 但是波斯帝国是存在的 但如果你在继续看 以赛亚书第44章 这里呢 以赛亚书就是这个礼拜 我们所要念的新闻 神说到论古略 古略就是波斯的帝国的 第一个国王 叫做古略 他说呢 圣经说 他是我的妇人 必成绝我所喜悦的事 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 发命令 稳定圣殿的根基 那时候呢 这个还是亚述当确 巴比伦渐渐的兴起 那波斯帝国根本就不知道 在什么地方 但是神是历史的主 在历史事件还没有发生的时候 在以赛亚书第44章 他所做的律言 在以色拉纪第一章就实现了 以色拉纪第一章呢 这里说这是一个叙述性的 耶和华呢 就激动波斯王古略的心 使他下朝通告 通告全国说 耶和华天上的神 也将天下万物赐给我 又属父我在犹大的犹上 为他建造殿里 一个外邦的主 一个不认识神的主 他居然说出这样的秘密 而且对全国通告 我说以色列人 他们后来呢 被捕到巴比里去 在那个中处里面 但是当古略 也就是波斯帝国呢 他们掌权以后 他们统治了亚洲跟非洲 许许多多的版图 取代了巴比伦 他让这个古略王 他让以色列人 就是被掳 不但是让他们回去 建造圣殿 同时巴比伦王 他们所掳掠 从圣殿中掳掠 经营起 全部让他们带回去 总共有多少件 如果你好好读圣经 一个不能少 五千四百件 机器跟运气 通通带回去 你说这个在历史当中 是不可能发生的 但是神能够让不可能的 mission impossible 变成possible 因为呢 神在旷野开道路 在上方开讲道路 当他们这群人 要回去的时候 要经过旷野 要经过上方 但是有神的同在 神的意思 任何事情 在人看来的 在神看来都是可能 所以今天你我所面对的环境 我说无论是你个人 身体的健康 家里对儿童的教育 对你自己个人 所面对的环境 我说当我们抬头仰望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相信 神是那位在旷野开道路 在沙漠开江河的神 无论是教会 我们所要走入境 我说是艰难的 有许多的困难 这也就是牧师再生的呼吁 每逐日晚上几点钟 八点钟要做什么 同心 同时念见 同心就是大家一个心 那同时呢 不是说上帝只有八点钟 不要落伙 而是说那个时候 我们群体一起祷告 而且彼此勉励 激发爱心 能够勉励心上互相互相 我就靠主人一点 我们今天所得到的信息 非常简单 我都知道神是这位创始成功的主 在沙漠开道路 在旷野开江河 不是只为以色列人 在以赛来的时代 我说今天神在我们当中 要一样做那奇妙的事情 看神要做一件新事 就在你我的当中 你我设置愿意 走上这条路 站在这个时代的尖端 跟神说 主啊 我愿意在这件新事上 有份与神一起祷告 请我们记得这个报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的灵点 因为你的选招是没有错误 你说凡称为我名下的人 是为我自己的荣耀所造 愿意主 在你的荣耀上 我们能够彰显你的美德 好叫这百姓 能够述说你所创造的这一切 无论是地图 无论是环境 无论是历史 让我们都能够述说 神的美德 成为主耶稣基督的见证人 奉我主耶稣基督的求 阿们